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企业 大家从镜头当中的 营业制造图片 可以看到具体的企业类型 其中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内涵 我们在上一个课程当中做了介绍 本节课我们将讲解 企业法律形式中的公司制企业中 有限责任公司的内涵 按照法定标准 我们将企业的基本形态 分为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他们在设立条件 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各有不同 本节我们主要讲解公司制企业的内容 公司制企业是按照法定标准 有法定人数以上的投资者 或股东出资建立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 我们目前的公司制企业 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两种形式 我们首先来讲有限责任公司的内容 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经济运行当中 存在数量最多的企业类型 这种类型的企业 它的经营范围涉及到了 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首先我们来了解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是什么 第一 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有限责任公司 有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股东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二 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在新公司法当中 没有规定具体的投资数额 只是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 全体股东认脚的出资额 法律 行政法规 以及国务院决定 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角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 有公司名称 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 包括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理 四 有固定的生产基因场所 和必要的生产基因条件 五 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 由股东共同制定 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 盖章 公司章程对公司 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都具有约束力 第二 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 第一 他要承担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责任包括 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 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以其法人财产为限 对外承担有限责任 二 股东人数较少 可以直接参与管理 三 不能公开发行股票 及募集股份 四 转让股份 需经公司批准 第三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程序 一 订立公司章程 二 股东缴纳出资 三 申请设立登记 股东认足公司章程 规定的出资后 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 向公司登记机关 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 公司章程等文件 申请设立登记 公司经核准登记后 领取公司营业执照 有限责任公司在登记注册后 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今天我们学习了市场主体当中的 有限责任公司 这种企业类型的设立条件 和设立程序等内容 相信通过学习 同学们已经能够准确分辨出 在我们身边的这类企业 它的内涵特征 也可以为同学们今后的创业 和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感谢大家的聆听